接下来看台中这一起阻诈的案件 民众也是相当的激紧 赶紧来向邮局的行员求救 到底怎么回事呢 一名70岁的邱姓夫人 在家里面接到一通来电 对方就恐吓她说 女儿在她的手上 还传来阵阵的哭声 让妈妈听了相当的着急 对方就要求她要付7万元的赎金 邱姓夫人惊慌失措 赶紧拿着这个存布就要去邮局 不过在这个提款的过程中 她也设法想要对外求援 接着她灵机一想 就在存款单上面写下 有人叫我领钱误说 偷偷递给了邮局的行员 而机警的行员就察觉到 应该是遇到诈骗了 马上打电话报警 警察到场之后 赶紧来协助这一名邱姓夫人 事后是透过了先生跟女儿取得联系 确保没有事情 邱姓夫人才恍然大悟遭到诈骗 不过也还好 她有向邮局的行员来求助 才没有让自己的7万块 吊住诈骗集团的口袋 以上的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